小V 接下来你还有一个任务 小V看到了有一位好大口气的一个特殊的网友 他是这么留言的 李院士虽然去过那么多地方 但是吃货的模糊未必有我多 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是谁 有请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我叫宝小翠 来自云南林昌 中敏边境上一个瓦族村寨的瓦族姑娘 我们都知道云南是一个盛产蘑菇的地方 我的家乡遍地都是各种各样的野生菌 差不多从小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进山了 那个时候我们进山里面的话 就会有的时候会带一口锅 然后直接踩了就直接在山里面就煮了吃 或是拿那个木棍 然后就直接穿上那个野生菌 然后就直接烤了吃 就野生菌就吃的这一口就是特别鲜鲜的 所以说像我们云南人吃野生菌的话 就是这种不要命的 但是我听过一个传说 说云南人真的吃蘑菇 有的时候就大家都怀疑云南人的胃 可能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有的时候那种真的带一些毒素的野生蘑菇 有点毒素就没事 他们吃下去就没事 对 没事 别的咱们吃也没事 可能要需要加工 也要煮 煮一煮就没事 我们基本上生活在山里面 然后采野生菌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种生活的基本技能 然后大家都知道哪些是有毒的 哪些是无毒的 所以说我今天也特别想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云南的野生菌长什么样 顺便考考达老师 这有两种是吧 那肯定白的能吃 红的不能吃 一般我们都知道颜色越鲜艳 可能危险性越高 这个可以让那个李院士 然后帮帮您解决一下 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 从小大人告诉我们说颜色越鲜艳的 越有可能是有的 不对 刚才您说的福建的大红菇最漂亮 也叫正红菇 实际上你就是毒魔物 不是说百分之百不能吃 特别是在毒魔物的开发上 应该云南应该做一些工作 现在很多的老年痴呆 抑郁症 已经证明可以利用有毒蘑菇的毒素 它对神经系统会有一定的 它这个毒素大概分成五种 其中对神经毒的这一块 可以拿来进行神毒开发 有肠胃毒的 就是这几种毒素 我出过一本书 就是毒蘑菇 原来是这样的 这两种我觉得 下边这个不能吃 对吗 下面这个感觉 你看顶上像是有点发霉的那个感觉 不对 下面的这个反而可以吃 下面的这个叫青头菌 青头菌的话直接采了 然后就撒一点 在那个火烫火上烤 然后撒一点油 特别好吃 上面那个不能吃是吧 对 上面的那个是不能吃的 上面那个长得那么不值 那么酷 感觉 这个 哎呦 这底下这个蓝的 我肯定是不敢吃 这个太吓人了 这个我们这边叫剑手青 剑手青也分为很多种 有的有剧毒 然后有的有轻微的毒 但是这个的话 中毒的话不太严重 最多可以看到一些 小人人跳舞啊 致幻啊这一类的 看小人跳舞 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现象 在这个古代罗马的远征军 罗马皇帝就让他们吃这种蘑菇 看到吃到这种蘑菇之后 这远征军就非常勇敢 他看着周边全是 都不如他大 他最伟大 所以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去吃这种蘑菇之后 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剑手青呢 剑手就是手一捏 它那个部位就变色了 所以叫剑手青 那上面那种能吃的吗 红色的 对 这个叫珊瑚菌 珊瑚菌里头还有黄色的 褐色的像这种颜色 不同颜色都有 而且现在我们有一个品种 叫玉珊瑚 就是一种特殊的香味 它是纯白的 也是晶莹提透的 就长得像珊瑚一样 对 这个确实很新鸮 其实据我了解 中国可食用的野生菌 其实有上新种 然后现在被驯化了 得用于山叶栽培的 也有几十种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不太希望 它们被驯化 说实话 因为感觉被商业化种植了 这些东西就没有灵魂了 不知道李院士 你这边是怎么看的 对 因为你知道 我们都是吃野生的 我的建议很明确 我也给云南省政府 我都写过信 我就是不建议在云南 大规模的种植 现有的主流产品 像苹果 香菇 木耳等等这些 为什么 因为你在大田的种植 它很多的孢子就会逃逸 直接就飞走了 飞到山上去之后 它是经过人工驯化培养的 它的生态位一旦占领之后 野生菌就会被挤掉了 那要它长出来 满山都是香菇了 哪还有这些建守青了 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 你是从人文情怀讲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更有价值 你是把蘑菇看作自己的朋友 是真正和它和平共处 成为人类在地球村里头 共同生活的一个亲密朋友 谢谢 谢谢你带来的提议 不客气 谢谢李院士 然后谢谢萨老师 欢迎你们到我的家乡做客 然后我也可以带你们去捡卷子 然后吃卷子 一定去了以后找你 我反正跟着你也是最安全的 吃蘑菇 好 再见 好 再见